大家好,欢迎来到深度八卦频道,本频道分享男神女神的故事,欢迎持续关注。 在开始今天的故事之前,希望大家能点击订阅和小铃铛,你的点赞和评论是我们的最大动力。希望大家喜欢。 4月23日,赵丽颖和冯绍峰双方工作室同时发布声明,称赵丽颖冯绍峰已决定和平分手结束婚姻关系,跟已于近日办理相关手续,未来将共同抚养陪伴孩子成长。 这个消息来得太过猛烈,让网友都陷入到震撼当中。 双方给出的分手理由是夫妻聚少离多,也是好聚好散,看似处理的还挺理智。 冯绍峰还发了分宣言,给赵丽颖送上了祝福,分手很是体面。 消息公布后,赵丽颖方向媒体回应表示,这是丽颖风哥友好协商后的共同决定,我们尊重他们的决定,之后两人会继续承担作为父母的责任。 这个事情我们之后不做回应,谢谢大家的关心。 看来是想做低调处理。 不过这两位的感情经历一路都被外界所关注,2018年10月16日晒出结婚证官宣结婚,2019年3月8日南方发文宣布妻子赵丽颖产下一子。 至今连婚礼都还没办,就突然分手,说来还挺令人唏嘘。 赵丽颖的粉丝听完分手的消息,还是比较平静的,给工作室留言保护好她。 赵丽颖开心就好,也有人表示喜大普奔似乎对于两人分手,也是乐见其成。 对于吃瓜网友来说,就比较惊讶了。 因为就在前段时间,赵丽颖还被拍到和冯绍峰一起在三亚度假,转头就离婚,这反转过于强烈。 有网友也怀疑是不是两人经历过离婚冷静期,开始猜测他们的感情是从何时开始生变。 近年来,赵丽颖和冯绍峰在事业上的差距是显而易见的,也不时有分手传闻传出。 但双方始终没有正面回应,今年1月22日,女方工作室还专门发声明辟谣。 说是不实言论严重伤害了赵丽颖女士及其家人,虽然没有明确指出和婚姻相关,但也有网友猜测可能是辟谣离婚。 4月初,两人还被拍到一起外出吃饭,而且当天还是赵丽颖出席某个活动后,抽空前往餐厅。 在外人看来,分明就是小两口及时间相聚,感情很好的表现但从时间上推测,那时候两人应该已经分手进行时了。 虽然双方将离婚原因解释成据少离多,但其实通过种种蛛丝马迹,就可能看出双方对婚姻家庭的理念有很大不同。 冯绍峰曾自爆有时会问赵丽颖,到底是真的喜欢我呢,还是为了要谈恋爱,为了要结婚才跟我在一起。 感觉在这段感情中,她很没有安全感,处于相对弱势的一方。 而赵丽颖的观点非常洒脱,在赵丽颖最新的采访中,她认为爱情中不要过分依附任何一方的情感,要有能力做自己的事情,做自己的决定。 能够独立思考自己的人生,非常坚持独立。两个人的婚姻理念都如此不同,可能在婚姻生活中也会存在分歧吧。 同时赵丽颖表示,爱情也有误区,很多人以为可以找到一个人弥补自己,帮助自己。 在一起好像就能获得一种宽慰,但这个想法也是很片面。 因为爱情是两个人的感情,所以需要在其中调整心态。 看上去赵丽颖对自己的感情认知非常清醒,似乎也透露了两人离婚的原因。 赵丽颖出生农村,家境清寒得很,祖祖辈辈都是农民但在众男轻女的农村。 赵丽颖从没受到过爸爸的轻视,尽管后来弟弟出生,赵丽颖在家里也丝毫没有感到爱的落差。 在娱乐圈,赵丽颖是只凭借一枪奋勇,是手空拳打天下的狠人。 因为一个小角色,她可以一直等,因为一个小问题,她可以拼命练。 终于在跑了七年龙套后,上天看见了这个女孩,眷顾了这个演员。 赵丽颖在2013年凭借陆珍传奇的女主角,深深地留在了观众的心里一夜爆红。 火了之后的赵丽颖,没有因为一时的风光而停留在此,而是选择更加努力。 开启了自己作为演员的巅峰人生。 一年365天里她无间歇地拍戏《工作》即实现了自己的梦想,也在事业上有了更深的追求。 而关于冯绍峰的身世,房间流传着两个版本,一种说她是出生于一上海的普通人家。 另一种说法说生在上海,她的父亲是纺织业巨头,身价超过了10亿。 而冯绍峰是家里的唯一继承人。 总之这前半生算得上是一个多金浪子的形象。 她情路上的女星就如同张艺谋电影的女主角《一查新人换旧人》。 初恋女友徐其文,早些年的杨幂、宁妮、林允到后面的各种网红嫩魔。 早在冯绍峰官宣赵丽颖时,第一狗仔卓尾就曾发朋友圈,解释了冯绍峰和赵丽颖为什么没办婚礼的原因。 冯绍峰和赵丽颖是凤子成婚。 所以两人从相恋,结婚到生子都显得很匆忙。 有联系到之前有网友爆料说,冯绍峰在成都拍戏期间出轨一女网红。 女网红谈起和自己爱妹的已婚男人,带了字母FSF,而女方朋友谈起已婚男人的老婆,更是用谐音的方式直指赵丽颖。 暗指冯绍峰在赵丽颖不如期,与一名成都女网红优惠,还送了对方十分贵重的礼物。 不过,冯绍峰工作室很快发律师声明维权, 称网传冯绍峰出轨属于不实信息。 还有一名网红在微博爆料说,自己的闺蜜和一位已婚男明星有了不正当关系。 男星为了见他一面,还特意买了个箱子,钻进去然后由助手运过去。 但是从现在的状况看来,凤子成婚和冯绍峰出轨都未必是假的。 只是在公关之下,掩盖了婚姻地下的事实罢了。 如果是冯绍峰出轨,赵丽颖选择离婚其实也是大家都能接受的。 回顾赵丽颖这些年的作品,不论是《楚桥传》里的《楚桥》、《花千古》里的《小谷》, 还是《知否》里的《成明兰》,他们都坚韧,顽强,没有最好的出身但却有更好的思想。 出身卑微但是靠自己成为大女主,这一点倒是像极了赵丽颖本人。 赵丽颖曾在《星空演讲》上说,我不希望大家看到,电视剧里的女性角色, 永远都拘泥于小情小爱,为了男人勾心斗角,一辈子就依附男人。 那么,你们怎么看赵丽颖和冯绍峰的这段婚姻呢? 今天的故事就结束了,如果觉得还不错,记得点赞和订阅哦。 您的支持是我们进步的动力。 下次视频再见。 感谢观看